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 但中共领导层却没有派人出席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会中还特别强调 上海自贸区建设是渐进过程 必须建立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 是什么原因让中共官方这么强调风险 上海自贸区的官员甚至还自列负面清单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您好 中共高层为上海自贸区的发展定下了框框 那就是必须建立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 有媒体解读这意味着上海自贸区什么都可以是 但要保证不出事 启教老师如果金融改革必定迎来一定的风险 那么中共担心的是什么 究竟上海自贸区可能存在的风险会在哪里 上海自贸区那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试点 那最近其实各个国都在非常流行 是自由贸易区 那个台湾也是韩国也是 然后在东南亚其他国家也是 大家在互相竞争了 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其实自由贸易区这个顾名思义 它就是在里面这个区里面 应该是这个贸易是完全自由才对 那其实我们会想到 那就是因为过去这个管制非常多 所以现在把这个管制把它去除掉 其实这个自由贸易或者是自由经济 那最符合人类或者说最符合那个经济成长 所以往这个方向走其实是对的 可是大家在比 谁啊这个条件比较好 水开放的比较多 这个就是这个厂商要不要来进驻 要不要进驻 那个厂商考虑是什么东西 当然它还是一样的 它能够有多少收益 现在这个到底这个成本会有多少 考虑的现在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个 这个成本的这样的问题 那市场是不是会有会有比较大 那现在这个大家都在比 然后看看谁啊 这个开放的比较多 开放比较多了以后 这个税也比较低了 或者里面就很多的东西它会滞用 这个上海的这个自贸区 那这个年生大一点小 现在看起来它就是 对于这个16个服务的这样一种行业 它是这个禁止了 那今天包括非常就是这个金融 然后跟证券 这个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因为现在牵涉到一个利率的问题 一个汇率的问题 如果在这个自贸区这个里面 它应该是按照市场 按照市场来 这个利率说不定它就会往上 然后有这个利差 然后有这个汇率人民币自由兑换 那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汇差存在 所以区内区外 然后就有很大的这样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经济问题 然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他们是负责人 如果这种特区然后弄得不好 自己官位就不保 所以他们为了保险起见 然后就用渐进的这种方式 跟30多年前他们在开放 其实是同样一种路线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七折八扣 那等于这个效果就非常差了 因为其他个国 如果条件都比你好 那你这个上海 还有什么样的东西有吸引力呢